看过这样一个故事,1978年,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。 有人问其中一位,你在哪所大学,哪所实验室里学到了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? 这位白发苍苍的学者却回答,是在幼儿园。 令人意外的是,他的回答也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认同。 乔布斯说,在你生命的最初三十年中,你养成习惯。 在你生命的最后三十年中,你的习惯决定了你。 人自有两笔,一撇前半生,以那后半生。 前半生如何耕耘,后半生如何收获? 一,多锻炼。 85岁的钟南山院士曾在一次公开课中表示, 我的同学现在不是猪拐棍,就是躺在床上了。 我从年轻到现在一直坚持锻炼,有一个好身体非常重要。 大学期间,钟南山曾被抽调到北京市体育集训队备战首届全运会。 一年后,男子400米篮预选赛中,他打破了当时的全国纪录。 赛跑,握推,停举,他都取得过很好的成绩。 游泳,足球,篮球,他都十分热爱,也始终坚持。 长期的锻炼,让钟南山院士有更好的体力和更加清晰的头脑来面对高强度的工作。 尽管已是八十多岁,但每次面对镜头,他总是精神绝说,逻辑清晰,说话铿锵有力。 上半场听智力,下半场听体力。 好的锻炼习惯,能帮助我们游刃有余地面对生活。 作者朱熹分享过一个故事。 他的同学张元从小就有侏儒症,因此自卑、抑郁、不爱与人交往。 张元的父母发现后,便为他定制了特殊装备,带着他一起骑行、攀岩和爬山。 锻炼的过程中,张元经历了很多趋势,拥有了不少见闻。 可于时间,张元便和同学们分享这些趣事和见闻,并且邀请朋友们一起去锻炼。 时间一长,大家开始喜欢上这个虽然安小,但是快乐又有趣的男孩。 张元也因此逐渐开朗,开始正视和接纳自己。 甚至可以在学校的舞台演讲,把自己的经历写进作文。 长大后的张元落落大方,侃侃而谈,并且成为了一名心理医生,传递着温暖和能量。 村上春叔说,当受到别人的责难时,亦或觉得委屈时,我总比平日跑得更远些。 运动是治愈良药,是希望之导,是能量之源。 多锻炼,拥有健康的身心,奔向幸福远方。 二,常读书。 人们常说,开卷有益。 开卷也就是读书。 开卷究竟能收获什么呢? 汪曾祺先生曾在一篇小文里写到过阅读对自己的影响。 十二三岁时的暑假,读到领表录一一书,看得津津有味。 接着又找来领外带打赌。 从此,他就对笔记、游记产生很大的兴趣。 这一类书中简练朴素而有情质的文字,对他的作品的语言风格也产生了影响。 江南失陷后,他和家人闭居相下。 随身所带的书,除了数理化教科书外, 只有图格涅夫的《猎人日记》和《上海道印》的沈从文玄机。 于是,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这两本书。 也正是这两本书指引他走上文学的道路,并成为终生的事业。 开卷便是从字里行间,寻找人生的行向, 更是汲取力量、风营思想,助力我们乘风破浪。 叶佳莹被称为古典诗词第一人。 他的一生历经苦难,九十多岁高龄时, 举手投足依旧优雅、从容、平和。 这一切都源于他一生从未离开书本, 一生始终热爱阅读。 叶佳婴儿时临摹小凯字帖长恨歌, 被诗中所讲述的故事深深吸引, 不久便熟读成颂, 也因此引发了对阅读诗歌的强烈兴趣。 十八岁时,他考上大学, 但母亲却被查出肿瘤。 在青春正盛的年纪, 他经历着失去母亲, 经历战火,家道变迁的痛苦。 二十七岁, 他随着丈夫到台湾定居, 可丈夫突然被捕入狱。 他只能带着刚出生的女儿, 在三所学校同时上课, 艰难而勉强地维持着生活。 五十二岁, 本以为生活归于瓶颈, 但却白发人送黑发人。 刚结婚两年多的大女儿和大女婿发生车祸, 不幸双双离世。 这些遭遇放在任何人的生活里, 都是不小的打击。 然而, 面对生活的考验, 他靠着阅读, 靠着诗词, 抵挡岁月侵蚀, 滋养风盈人生。 很多事情就像诗子, 丢进小池塘, 水花四溅, 但投入大江海, 悄无声息。 读书是一个人, 从池塘变成大海的过程。 阅读之人, 日渐圆融, 愈发从容。 三, 夺自律, 常言道, 言于律即, 宽以待人。 1957年, 杨将接到任务, 翻译唐吉赫德。 尽管在此之前, 他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翻译经验, 但这一次任务, 依旧面临着不小的考验。 因为在对比了多个法语, 英语的译本后, 他认为用西班牙翻译原主才最为准确。 1961年, 50岁的杨将在学习了四年西班牙语后, 终于开始了对唐吉赫德的翻译工作。 在后来的十年中, 他经历着各种逆境, 却始终坚持自律, 保持学习, 坚持翻译。 60多岁的时候, 他在干校被分配看菜园和扫厕所的工作。 面对如此窘境, 他依旧坦然接受, 并且每天抽出时间来学习西班牙语, 翻译完了最后的八卷。 1978年, 历经三十年, 虚折的中文一本《唐吉赫德》终于出版。 后来还被邓爷爷作为国礼, 赠送给了西班牙的重要人物。 面对热爱的翻译事业, 杨将严格自律, 精益求精。 这份自律成就了杨将, 也成就了唐吉赫德。 这份自律抵挡了岁月漫长和生活波折。 明代大学士徐浦有着独特的自律方法, 他的案头总是放着两个瓶子。 如果自己做了错事坏事, 动了坏念, 便丢一颗黑豆到黑豆瓶。 如果做了好事善事, 动了善念, 便丢一颗黄豆到黄豆瓶。 黑豆多, 黄豆少, 他便自我反思, 不断改进。 黄豆多, 黑豆少, 他便更加严格要求自己, 激励自己再接再厉。 他终身严格自律, 得以政治清廉, 政绩突出, 被誉为明朝现象之一。 静坐多思己过, 莫论他人是非。 管好自己, 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宽。 四, 常自省。 论语有言, 无日三省无身。 这一点故流传千年, 正是因为自省是能让我们终身受益的良好习惯。 大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, 官职两江总督, 直立总督, 五英殿大学士。 但其实他的起点并不高。 他智商平常, 一个秀才考了七次, 身体较弱, 一生与多种严重疾病相伴, 出身平常, 祖上几代都是普通百姓。 然而, 从三十岁起, 靠着坚持自省的好习惯, 他戒烟, 戒懒, 戒策严格自律, 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言行, 最终达到立功, 立德, 立言的境界。 苟日心, 日日心, 又日心。 自省能让一个人, 不又于现状的无奈, 也不自满于过去的成绩。 自省之人, 不断完善, 不断精进, 从而收获更好的自己。 齐白石先生, 以生著作巫术, 诗, 书, 画, 印, 皆为精通。 更让人敬佩的是, 即便到了冒蝶之年, 他仍不断自省, 不断突破, 以滋滋不断, 谦虚严谨的态度, 创作出了大量崭新之作, 受到世人的尊重和爱戴。 1952年, 诗人爱卿带着一幅齐白石早年的画作前来拜访, 请他鉴定真伪。 齐白石拿出放大镜, 很仔细地查看, 确实是自己年轻时候的作品。 回想起当年作画的情景, 齐白石当即想用自己刚刚完成的两幅画和爱卿交换。 爱卿却十分不舍, 您就是拿二十幅, 我也不换。 爱卿走后, 齐老深深自省, 他认为现在外界对自己的画作评价很高, 自己都开始洋洋得意了。 但是看到爱卿拿过来早年画作后, 惭愧于自己的水平的推补。 从那以后, 他从最基础的绘画技术描红开始练习, 每天都坚持画画, 从不懈怠。 这一年, 齐老八十八岁, 就像植物, 徐县深深扎根, 在枝繁叶茂, 繁华似尽。 自省是一种向内生长的力量, 让我们正视自己, 直面问题, 然后不断超越。 世间是, 作于戏, 成于岩。 习惯养成, 就像巨沙城塔, 水滴石川。 多锻炼, 拥有健康身心, 常读书, 开卷滋养人生。 多自律, 遇见更好自己, 长自行, 不断超越突破。 每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好习惯, 实则是为今后的人生铺路, 大乔。 前半生夯积蓄力, 充满希望, 后半生后肌不发, 步伐沉稳坚定。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,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 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, 你也不妨订阅, 分享, 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